6月11日,由四川省台办、省农业农村厅共同主办的台资农业企业委员会 服务基层面对面川东北行活动圆满落幕 5天时间里,四川台资农业企业委员会部分成员 及台湾青创园台商负责人走进广园、巴中、达州、广安、四市 了解台资企业发挥台湾现代农业理念、技术与模式优势 示范带动地方农业发展,积极融入乡村振兴战略情况 并与当地农口部门、农业园区和农业企业负责人等交流座谈 共化川台农业合作新机遇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台商将目光投向广阔的内陆地区 川台合作在农业领域也持续升温 300多个台资农业项目落地四川 其中,川台农业合作示范基地 台资企业山立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就扎根在广原市沧溪县 从事高品质台湾黄花菜种植、加工和销售 经过三年多精心耕耘 2020年底,企业黄花种植面积已达2.1万亩 年产值突破2亿元 在广安白马乡,同为川台农业合作示范基地的 农丰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凭借柠檬等水果种植、加工和进出口贸易 让当地成了远近闻名的柠檬之乡 2021年3月,该公司成为四川首个入选粤港澳大湾区 菜篮子生产基地的台资农业企业 深入田间地头,面对面座谈交流 全程参与活动的台湾农业技术专家詹富翔 对活动颇有感触 他认为,台资农业企业参与乡村振兴正当时 未来发展前景广阔 但要创造更大的社会效益 还需要延伸农业产业链 推动文旅融合 四川台资农业企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懿洋在走访中发现 小而美,小而精的台资农业企业在四川的增长态势良好 他认为,四川东北部和台湾有着相似的地形地貌 山区农业也是台湾的强项 在四川发展精细农业不是为一种优质选择 其实我们四川属于丘陵地带 应该是要以小而精小而美 然后做精品为主 因为我们不是大平原 我们没办法大型的农业机械自动化 我们只能用小型农机 所以目前我们一直在跟整个专委会里面的成员在沟通 我们希望大家不要以面积、以规模为主要发展 应该是要做石、做精、做小而美 据了解 截至目前 四川已拥有两个国家及台湾农民创业园 30个川台农业合作示范基地 近300家台资农业企业在川总投资额超140亿元 当前 农林22条措施正在四川逐步落地 更有利于台资农业企业保持良好发展态势 在四川从事台湾清创服务的台商郭弘扬表示 大陆乡村振兴战略充满着商机 他希望台湾青年能把握住在农业领域 就业和创新创业的机遇 其实在台湾的中南部 很多的台湾青年 他其实本身是农业、渔业、林业 农业一产、二产、三产的一个二代青年 其实在台湾的农业市场 规模比较小 市场比较小 其实很多的台湾青年 其实把自己家乡的技术 家里的技术 带过来大陆发展的话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商机的发展 台湾青年现在过来 搭上乡村振兴这班列车 其实对台湾青年来讲 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